大家好,我是黄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华文朗读是如何评估的呢? 这是二年级华文课程的评价标准,我们简称DSKP。 这一本DSKP在每一个年级都会有。 老师们是参考这个标准,对同学们在听、说、读、写四项语文技能进行学习评估。 同学们在朗读方面要达到的学习标准有三个。 第一,学生能够朗读教材,感悟其内容。 第二,做到语音正确,字句完整,语速、语调适当。 第三,尝试有感情的朗读。 朗读的学习表现一共有六个等级。 第一,尚未掌握。 第二,有待改进。 第三,基本掌握。 第四,满意。 第五,良好。 第六,有良。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等级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等级尚未掌握,也就是能认读极少的字词。 朗读的时候发音不标准,朗读的时候错误很多,朗读的时候断断续续。 第二个等级,有待改进。 在朗读的时候能够认读小部分的字词。 朗读的时候发音尚可辨识。 朗读的时候有丢字、填字、回读的现象。 等级三,基本掌握。 在朗读的时候基本能认读部分的字词。 朗读的时候发音准确。 朗读的时候偶尔会丢失或添加词语。 在朗读的时候还算是流畅,但有时候会有停顿不当的现象。 简单的来说,要达到等级三,也就是基本掌握,才算是及格。 那认读极少的字词,也就是说几乎无法读出任何的字。 认读小部分的字词,也就是每一个句子中能够读出的字, 大概只能读出两三个很简单,重复率很高的字。 接下来,黄老师会以二年级的同学作为例子, 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表现等级三的朗读例子。 梦月某日前,哒啦哒啦,一离开,离开看后的公路, 轮台就高兴地和学子跳起舞来。 小鹿把风景分开两边,叫人不止看那边,才好。 隆隆的车子把步步吵醒,哗啦啦的,替石头洗着。 隆面一堆堆树木。 急急地赶路,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就走了。 外婆家的榴莲树,最懂得我的心。 哪儿都不去,一早就在家门口陪着外婆等我。 好,这位同学呢,他在朗读的时候还算是很流畅的, 但是有时会有停顿不当的现象。 那因为这位同学呢,他有一些字不会读, 所以呢,还需要靠大人在旁边知道。 他在朗读的时候呢,就偶尔有丢失或者是添加词语的情况。 可是他发音还算是准确的, 他也基本能够认读部分的字词。 所以这个就是等级三的例子。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等级四,满意。 在朗读的时候,通顺流利。 在朗读的时候,学习用适当的语气,语调,语速。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等级,量好。 在朗读的时候呢,他能够初步尝试有感情的朗读, 也能够用适当的语气,语调,语速来朗读。 接下来就是第六个最高的等级,优良。 能够有感情的朗读,能够做到通顺流畅和清晰。 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表现优良的朗读例子。 猛月猛热起,哒啦哒啦,一离开宽阔的公路。 轮胎就高兴的和狮子跳起舞来。 小鹿把风云分开两边,叫人不知,看哪一边才好。 轮胎轮的车子把雾部闹哒啦啦的替石子洗澡。 引面一堆锐树木急急地赶路, 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就走了。 好,这位二年级的同学,他在朗读课文的时候, 他能够做到有感情的朗读, 他也能够做到通顺流畅,也听起来很清晰, 而且错误很少。 好,那我们要朗读得好的秘诀是什么呢? 第一,认读课文的所有生字, 并且要把这个拼音念准。 如果遇到不会读的字呢, 就一定会挺顿或念错。 所以认读课文中所有的生字是非常重要的。 而随着程度的加深, 同学们需要认读的字也将会越来越多, 那难度也就会越来越高。 第二,注意句逗,停顿适当。 同学们要注意标点符号, 看到逗号和句号都要停顿一下, 看到问号要有疑问的语调, 看到探号就会表现出惊叹, 生气或兴奋等等的这种情绪。 第三,不断练习朗读, 做到通顺流利 声音要红亮清楚 同学们要常常练习 眼睛要比读音的速度更快 才能接得上句子 声音也要 这个音量也要练习 尤其是在班上 如果声音太小的话 同学和老师都会听得很吃力 甚至是完全听不到 第四 学习有感情的读 喜怒哀乐阴阳顿挫 生气的时候会凶一点 大声一点 伤心的时候会有哭腔 开心的时候会很兴奋 讲话的速度就会节奏变快 而有力 那老人在讲话的时候 速度就会比较慢 同学们理解了课文后 就要去揣摩 课文人物的心情 和他讲话时的样子和语气 那我们多训练 同学们的朗读功力 就会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同学们加油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好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 Marian 点赞 订阅 诺 点赞 一点 打 Soviets 感谢观看